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妍妍 刘高赵我是薇尔 今天来到了10月17号星期五的早晨 我想很多的男士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梦想 很好的梦想 这个很好的梦想 升官发财 除了升官发财之外还有些什么 看个人吧 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是希望升官发财 有些人希望是三七四季 有些人就希望是看是要怎么样 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吧 环游世界啊等等都可以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但是呢就看一般普通男人 你刚才会提到这一点肯定有什么原因 觉得男人有什么特别梦想 对你来说 男人 对于女人这方面 男人的梦想应该就希望自己有很多的妻子 是吗 就三七四季 如果说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希望自己有很多的妻子 我觉得这个考量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经济能力允许 第二就是法力层面允许 第三还有就是你的老婆允许 但很多的穆斯林应该不会是被这几个要求者约束了 因为是假如说就在马来西亚了 有很多的应该是穆斯林 他们都有很多的妻子 也不见得可能因为我刚才说了三个条件 第一就是你要有经济条件 第二法力这个要允许 那当然这两个方面呢 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穆斯林 如果是身 就是说身家还不错的话 那这两个条件应该不是问题了 那第三个条件可能也会造成一个阻碍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你的帝人老婆 或者你的大婆 原配 云不允许 如果原配不允许的话 你要达到这个三七四季 我觉得你会闹到极浅不宁 对一个穆斯林 如果他想娶第二个妻子的话 他必须是首先争取自己原配的同意 是 然后呢 法律是允许的 肯定是法律是允许的了 然后你如果是有经济能力的话 你就可以娶第二个妻子 和第三个妻子 在我的生活中啊 我不是我的生活中出现这种状况了 是在我的生活中的周围的其他的朋友 就曾经观察过这种现象 什么现象 其中有一个朋友 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是个德国人 但是他入了入教了 他现在成为穆斯林了 所以现在这个德国人 现在是生活在马来西亚 他身边就有三个妻子 还真的有三个妻子 有三个妻子 一个是马来人 一个是菲律宾人 还有一个是台湾人 他再娶多几个可以成为联合国了 而且三 他们一家好几个三个妻子和他都住在一个房间里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房间里啊 一个房间里就坏事了 你刚刚说一个大的房子里 吓了我一跳 这个让让男人的幻想空间变得无限多 无限大 很多的游戏就出现了 是是是 另外的还有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丈夫的是马来人 他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经济能力也是有的 他也有三个妻子 其实大家都互相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三个妻子彼此住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公寓里面 其中大妻子和三妻子关系比较好 所以两个人住的比较近 那么第二个妻子也许跟大妻子和三妻子关系不是很好 就住的比较远 但是每当节庆日的时候 你包括 孩子节的时候 你包括开展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去做做饭 说说笑 感觉彼此之间还是很融洽的 而且这三个妻子 他们是各分其职的 包括大妻子是帮助他的丈夫管理学校里的事情 二妻子是帮助他的丈夫管理商业上的事情 三妻子主要是在家里照顾孩子 所以很分工很明确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结构 我觉得确实是看起来还蛮完整的 你看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华人相对之下就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如果在马来西亚情况可能犯指的就是 不是马来人 那不是马来人 要么就是印度人 要么就是华人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说 那华人是不是在马来西亚华人也不 其实三七四七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梦想 如果是的话 那既然法律上不允许 你真的还要把这个作为你的前提 你的条件 你的人生目标的话 那你就应该改教成为穆斯林吧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是华人是比较少信封 这个伊斯兰教呢 可能就是说 他的恐惧带着他的诱惑 对 我相信这可能也确实是 你要你用三七四七来诱惑我 你别想 我还我还挺怕的 这个 所以他们就不赶进去了 是另外的一方面 如果你真的想有很多的妻子的话 你必须要有很高的情商 很高的情商 你才能够处理每一个妻子 与每一个妻子之间的关系 因为女人的事情是相比较之下 比男人的事情要多的多的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印尼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那印尼呢 其实它是比较属于比较大的伊斯兰国家了 那他就容许男性官员呢 是娶很多名的妻子的 但是呢 那在印尼的一个地方政府呢 在最近就颁发了一项法令 颁布了一项法令啊 就要求男官员就必须缴交一夫多妻税 才能够取多于一名的妻子 就要阻止他们 就是想这个妻人之福了 是啊 有关的争一夫多妻税 看来这个官方的这个线 他还是有很多的心理在作怪啊 你看别人都是一夫多妻 而且还能娶很多个妻子 如果我不再制裁一下 那么他就很想很多的快乐 那我也想不到啊 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心理呢 嫉妒的心理 那你说制裁 那看起来你看 我们来研究一下 他说这个除了要符合 所有中央政府的规定之外 如果呢 娶第二名妻子的 那你必须缴交的这个税呢 是多少呢 就是大概100万印尼顿 也换句话说 折合马币是267令吉 其实也没有太多 可能就是说 如果对于一些就家庭状况 还比较好的 他不算是一个比较多的 即使我让你多一个妻子 你就要多付一个267块钱 那你多两个 顶多也是多一个500多块钱 你也不见得太多啊 也许对于印尼的家庭 他确实是一种不小的开销了 但是印尼的官方 主要的印尼政府的官方说 这种法律征税 它不符合国家体系下的法律征税 如果按照国家体系下法律征税的话 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和决策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整个国家税务体制下 没有含有类似的税务 所以它是没有这个税务 但是它可以 它是一个县自己制定的这个税 而且这个钱是归于县政府里面 如果是这个中央政府制定的 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种税务 其实税务的重组一个结构呢 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收入来源 你看我们当初这个中国方面 这个中共 我记得在当初呢 也是有这个生孩子的一个要缴税的吧 对不对 你只能生 那个时候是叫什么呢 就一胎政策 那一胎政策过后 如果你要生多一个不是不行 但是你必须缴交一定的这个叫 罚款 罚款不是税务 是罚款 但这个罚款当时要去到哪里呢 也是去到政府 国家的中央政府里面 因为这是中央政府下达的一个 所以这也算是另外一个特别收入 对不对 看来印尼政府这方面 还是中央政府的心胸的宽广度 要比这个县政府要大的大的多了 他不太在计较一个人有很多的妻子 本身自己有很多妻子嘛 就不会羡慕别人了 另外的一方面 我再看一下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最近呢 两个国家有了一个共识了 这个共识呢 因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产生了共识 就是因为这个伊斯兰国阶段组织产生了共识 目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哈 要俄罗斯的外长 还有美国的外长 坐在一个长椅上 哎呀 这个风景是真的很美丽啊 他应该是在法国巴黎 美国大使馆 关里的一座花园里面 两个人在清晨出路的时候呢 就坐在长椅上畅谈了 畅谈什么呢 呃 畅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识 共识来一起打击这个极端组织的 呃 一些一些事项 呃 但是我可以看到哈 美国和俄国这方面 他们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 呃 就是美国这方面考虑的利益和目标是什么呢 呃 现在这个伊斯兰国他侵占了伊拉克 那么美国在伊拉克有相当大部分的石油资源 他不能够白白白白的把这些石油资源拱手 让给这个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 所以这是他的利益的核心点 另外对于俄罗斯的利益核心点在哪里呢 是因为这个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 他在叙利亚内部也有一些叛军 而且使得现在叙利亚的政权都已经难保了 那么叙利亚原本就是俄罗斯的一个附属国 或者是俄罗斯底下的一个联邦 应该是他们国与国之间是一个联邦关系的 或者是说同盟关系的 所以俄罗斯呢 也不能够眼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这个同盟国家 被这个极端分子所占领 从而呢 就两个国家就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 一起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一些新闻说 这个国家对那个国家呢 进行制裁啊 或者是大家都不和啊 有矛盾啊 这些这些说法呢 其实它不完全的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来到这个利益层面的时候 大家的利益点 共同点大于 这个矛盾点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可以合作了 你看美国和俄罗斯的情况 记不记得在当初 MH17的事件的时候 美国和俄罗斯是怎么样对话的 可能不是对话 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啊 那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要进行制裁 那现在突然看到 俄罗斯也反制裁 对不对 那时候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说 哎 美俄竟然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要共享这个情报 要打击ISIL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看起来啊 美国和俄罗斯本身呢 他们这两个大国啊 可能自己本身在内部也是呃 并没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情况 那么糟糕啊 只是只是只是媒体的的一种报道方式 人民相信 选择相信这种报道方式 但实际上 你看他们多有好 阿邦阿德那种情况 两个外交部长坐在郊外的唱台 那是不是真的证明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重归于好了呢 也不见得是重归于好 因为是可能在心理上 我在呃 有利益的层面 我跟你配合 但是在其他层面方面呢 我背后来插你一刀 你也不知道 插一刀就诸诸制裁方面的 因为乌克兰世界呢 美国现在依然依然向俄罗斯采取制裁的措施 但是现在俄罗斯也发话了 至于呃 就是刚才我们所谈论的 这两个外交部长座谈的时候 其间还有美国的一个呃 媒体的新闻 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总理叫梅德维杰夫 进行了一个专访 这个专访当中就说了 梅德维杰夫就说 如果美国啊 不撤销对于俄罗斯的制裁的话 那么美国和俄国的关系将很难修到 一开始的那么好了 呃 一方面是争执哈 大家的矛盾在那里面 一方面又是合作 看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不简简单单的是好与不好的关系 你看这 是同一天的新闻呢 就有这两则很很相对的 很矛盾的这个新闻就出现了 但是同样的情形呢 是呃 他们呃 应该是说 刚刚说要和配合要合作的是外交部 呵呵呵 那现在呢 是直接由这个俄罗斯总理就接受了这个美国记者的采访 就发表了这一番话 那当然他说呃 这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纷争呢 可能会威胁到两国之间的稳定 或者是呃 主要是他们这两个都是核武 呃 就是说拥有核武的这个大国 那当然我们呃 作为一般普通老百姓也不希望他们之间纷争升级 因为升级的话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嗯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这样子 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显然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关系的 那当然 同盟国的关系 呃 也是根与根相连的关系 因为如果是大家能够追追回到历史的过程当中的话 美国大部分的移民还是来自于英国的 呃 另外的我们看到今天香港占中的问题哈 呃 就引起了也是美国和英 应该美国和英国的相当的关切 因为什么一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说来也是很很 呃 不愿意让人听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香港有七名警员 对战中者采取了过度的暴力行动 那么有一个视频啊 应该是现在大家能够在网上搜到这个视频哈 这个视频就是香港的七名警员殴打了一名 以被绑住双手的示威者 整个过程都被拍下来了 嗯 针对这个事情呢 大家就会谴责啊 美呃 不是美国警方 谴责香港警方的这种过度暴力的行为 嗯 当然这样子一个行为呢 绝对是只应该要严厉谴责 而且是也要去调查清楚 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子一个情况 当初呃 警方就说了 不会动用武力 而且是习近平呢也特别强调 也特别希望呃 呼吁这个警方呢 别动用武力 只是大家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在呃 之前清场 用清场这个字好像也不太恰当 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要去清场 而是说要把这个栏杆呃 全部清除 不过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示威者 战中者呢 他们不不愿意配合 有一些部分呢 就立场战的非常硬 就是说你不能去拆除这个路障 你不可以来做这种清场的这些东西 因为呢 我们必须还在这边 我们战中行动还在继续着 所以就有这样子一个对峙 甚至在建宗的过程当中呢 呃 我就看到有一篇报道 就是说 他们有呃 这种警方有有这种谈判人员呢 对不对 这谈判人员呢 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去做 怎么说呢 他成功的说服一批人 让他们去做这个拆除工作 或者是要经过那条路 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日 做起工作的时候呢 呃 另一部分人就说 他们的意见不代表我的意见 他们同意让你过 不代表我同意让你过 所以就变成了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 矛盾出现 呃 也有一样争执出现了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一些争执 甚至有一些就阻碍了警方 或者执法人员工作 要到其他地方去 去不了 可能有些呃 就延后了一些救援的工作 嗯 但无论怎样哈 警方绝对不能以这种暴力的手段 绝对是 对待这个示威的人 没错 你可以把他抓起来 你可怕把他抓到监牢里边去 嗯 但是你不能够用暴力来私行 去对付这些示威的 不能够打 不能够暴力的打 因为如果是他手无寸铁 他也没有对你造成人身攻击的威胁的时候 你不可以这样子来对 除非你是出以自卫 但是看情况不像是吧 就七个人对付一个人 这个人有那么厉害吗 就是夜问夜夜问这个师傅吗 一个打十个吗 不是吧 我这景片还没看到 不是影片这个图片或上载的这个视频 我还没有看到 如果说呃 有兴趣的听众们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 这个影这个视频到底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哈 但是现在我们的报道就是这样子的 呃 另外的呃 英国和美国的呃 这方面政府方面的发言人 你包括美国的国务院发言发言人 还有英国的首相卡梅伦在接受国会议会上的访问问题的时候呢 都表明了自己各自的立场 呃 他也表示啊 他说香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中明确的自由和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呃 这是一个英国的声明了 英国的声明同时呢 他也遭到了中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宏磊的一些驳斥啊 这个驳斥就是说促请英方谨言慎行 不要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事务 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呃 同时香港内部的一个官员应该现在正在伦敦访问 他是一个香港的绿政司司长袁国强 他也说了 他说香港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包括在中英联合声明内 因此香港的普选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嗯 他他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没说错 这中国的是中国内政问题 英国和美国为什么要出来插手的 当然也是乘势或者借机 见缝插旗啊 所以有这样子的情况我就马上来踩一脚 不过这样子看起来呢 就是中国呃本身立场是很坚定的 就是说英国美国你最好跟我站旁边 你不要来搞搞展 这个事情不关你的事 这是我的家事啊 家事是由我们家人自己来理呃 外人就不要插手了 对我还想到昨天李嘉诚先生说的那些话 嗯 其实今天就有一些得到印证了 我们都知道李嘉诚先生他说出那些话 心底里内心当中肯定有些某种一些隐忧存在 他才会说出那些话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种隐忧已经出现了 这种隐忧就是什么呢 呃北京这方面呃已经想把战中的行为视为夺权了 呃怎么叫视为夺权呢 夺权其实这两个词啊的定义是很沉重的 也是很严重的 那么夺权的意思就是说叛国 呃北京这方面说了 他说如果香港的这部分战中的继续占领 你包括以后的香港在未来未来的一到两年内 有继续占领的行为层次不穷的话呢 呃北京一另外的一方面 香港战中人士又和外国势力有牵扯 包括英国包括美国 所以这方面如果还不大家稀释宁人的话呢 北京这方面就要把这种战中的行为定为夺权的行为 如果夺权的行为呢 北京这方面就有理由去做出任何一些事情 你包括把这些战中行为给逮捕起来啊 逮捕起来不仅仅是逮捕起来 他可以给你判一个罪 因为首先定义你是夺权了吗 他可以给你听以为你是叛国罪啊 还是怎么怎么样的罪 如果按照夺权香港如果我们是隐身哈 呃如果他是夺权这两个含义的背后有很多的罪名 我们就以叛国罪来来来来理解 也许北京还有其他的一些罪名我们都不知道 但最能够直接能够想到的这一两个词 那就是叛国罪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我昨天李嘉诚说的那些话 还是劝告学生们 其实我们呃香港政治50年不变 50年不变我们现在还有30多年的时间可以去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留住自己的青春 留住自己的知识 用自己的青春和知识 在未来的30年中 我们再做为香港做出任何的 或某种程度上为香港做出一些改变 也是可以的 其实这种说法就 所以劝请同学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人 这种说法就等于是当初梁振英 或者是在香港呃这个官方所发出的说法 到一举信 就是你先呃接受目前的这个普选状况 然后才改变 其实是差不了多 远于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不过当你看现在北京方面就出牌了出手了 你用这个夺权这两个字确实是挺重的一个罪名 你也不能够说是罪名是挺重的一个呃指责 因为你夺权呢 等于是说我我倒不认同用叛国这两个字 因为你夺权 你没有背叛国家 你你就是因为你爱这个国家 你认为这个国家目前的整个这个政治局势 因为六四事件太敏感 他也太强烈 他也不太暴力 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现代人 是很难理解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最可能的感受来说 他会把这些人抓起来 把战中的这主要的几个领导 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呢 就把他们处以一些刑罚 你包括七年 你包括十年 你包括二十几年都是有的 像这种类似的这些判刑 在中国一些民权人士的身上 是经常出现的 我相信当他用这种夺权 这样子的字眼的时候呢 而且当如果媒体继续 把这个东西放大的时候 也许真的对战中人士呢 会起了一定的组合作用 多多少少有点组合作用 但是也同样的 可能有相反的效果 让人家民众的怒火呢 可能变得更大 你怎么说我夺权 我现在摆明了 你记不记得 当初我们用定了一个课题 是说港独这两个字 当你用港独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马上有一些民运人士就说 你们不可以用这两个字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争取香港独立 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要的只是争取一个真普选 你看就是这些人士呢 他们对字眼的运用是非常敏感 他们也知道说 如果是这个字眼的运用用错 他意思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 可能真的也会为他们的这个 诉求造成更大的一个阻碍 你看现在中共所采用的是夺权这个世界呢 夺权的意思呢 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解权势为 就是香港可能他要独立 或者是他要自己来拿到一些权力 这个就是同等意思 时间点就在据有关内部的这方面的报道 时间点应该是十八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前夕 有一些声音就出来了 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一定要把香港内部的 战中行为给平息掉 看来这个时间段不算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了 还是希望战中的学生们 好好地用智慧的思维去考量一下我们的未来 去用智慧的思维考量一下我们能够为香港做出的未来 马来西亚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 新的政治结构可能随时诞生 你好 我是东方日报的蓝志峰 你正在收听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南头我是妍妍 自由高赵我是自强 天马行空我是温 好我们再看一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文化的场地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的呢 给大家现代文化的场地 现代文化的场地是这样子的 其中我们今天这个说 有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也是很逗的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就是说 说心碧现在声不停 那么现在马来西亚的在新加坡工作的这些人 回流生生奈 也就不想回来 因为那边的币值那么高 我从那边挣钱多好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会有一些我们马来西亚的女孩 在新加坡工作的女孩 她就会要选择自己未来结婚的对象 怎么选择呢 一边是一个令吉先生 也就是马来西亚的男人 另外的一边是新加坡 就是新元先生 新加坡的男人 两个男人在一起比较是很明显的 这个图画不是我 不是我鄙视 这个图画给大家传出来这样子的信息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图画说 这个令吉先生 马来西亚男人呢 个都比较矮 身体的身体还比较强壮一些 也是很有魅力的 但个头都比较矮 就像比这个女孩要矮多了 那么这个在新加坡工作的 这个女孩呢 看到这个新元先生 就新加坡的男人 就个头都比较高 我都高山洋志的去看他 所以他如果选择自己 未来的结婚对象 他是会选择一个个头 比自己比较矮的 让自己俯视看的那个男人呢 还是选择让自己昂首 昂首抬头看的那个男人呢 首先这个图画或者这个漫画呢 他的标准是在哪里呢 从照我看来啊 你看他用钱币来比喻成人 换句要说什么 当你是以这种标准来看的时候呢 这个女人呢 他就是以这个力 就是钱来作为他选择对象的标准 你心里就不得劲了吗 没有这是事实 马来西亚男人就看着就不舒服了吧 凭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男人 比新加坡男人要消逊一筹啊 确实是 我们马来西亚男人个头 也比新加坡个头要高得多 这个我没这么说 其实个头那方面都没有 不管是 我觉得不管是 他这整个漫画呢 他其实想指出的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男人 他赚的钱呢 如果是以相对价值来看 肯定没有新加坡来得高 这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我们没有办法去反驳或狡辩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你要看不是每个女生都会有这种标准的 你会用这种作为标准的话 肯定他是面包大过感情的 他要的是面包 他要的是一个保障的这个未来 就是在金融方面 或者在钱财方面可以保障的 这个我们是无可否认的 是无可否认的 这是一个事实 很多到新加坡工作 不是在探讨女性的择偶标准 没有没有 这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漫画呀 对不对 他是以壁纸来指高下 现实主义 没错 没错 所以是不是真的所有的这个到新加坡工作的女人呢 都是这样子 其实是有一个疑问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认同 如果你如果不信的话 你可以马上这样子说 我认为在新加坡去新加坡工作的女人 全部都是爱财的 都是都是为了要钱的这种标准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你会很快的就让很多女人呢 马上来反驳你 谁告诉你 我是这样子的 我当然是为了这个钱去工作 但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钱去找一个老公 是有钱 出卖自己 出卖自己 你说了没错 那如果是有质疑的女性呢 那就需要去报纸找一下报章的这个图片编辑 然后问一下这个女士为什么把她定性为一个爱财的女人呢 我们另外看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有很多的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工作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内心是矛盾的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普遍性还是个人性 这个她说 其中就有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孩 她就说 其实新国的工作确实她的收入是比较高的 相比起来马来西亚 但是她内心当中还是心系大马的 如果是马来西亚能够有这么一份工作 能够提供给她相同的薪金的话 她愿意回来工作 这个得看她取决于在那里工作多久了 如果你说在那里只是工作了个一两年的话 那肯定她的那一个矛盾不会那么强烈 毕竟她只是刚在那里一两年嘛 所以她的目标就是想说我多做几年 然后我挣够了钱 我再回来马来西亚 但是如果是她已经工作一段很长的时间呢 就超过五年以上的话呢 她在那里的那个薪金 还有那个回报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位的时候呢 她心里面的那个挣扎就会很大 其实最主要是在于她的这个兑换率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在新加坡工作 我的这个薪金是五千块一个月 那她会以马币的这个方式来计算 折合马币可能就差不多来到接近一万多 一万多了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回来马来西亚做同等的职位 你要拿一万多块 这是不可能 你简直妙想天开 所以你来我们回来马来西亚 如果你能接受 同样的也是可能一个五千块的马币 那可还说说得过去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些我我觉得不好听来说 这些人都是在说废话 你就说如果我回来马来西亚 你能给我同等薪金的工作 这个同等的意思是不是换了马币过后的这个价值呢 如果是的话你就别想了 你就根本不需要回来了 因为不可能 很多时候同等的职位 在马来西亚根本是给不到你那么高的价钱 因为生活水准根本没去到那个程度 我们的整个发展房中成 这个程度呢 是没去到新加坡那么那么那么高 对那么高 不一样的 对但始终我们这个心情还是比较欣细大马的 你再怎么心情大马都好 或者是有另外的一方面 才是有一部分人会想 新加坡工作又好 薪水又好 生活环境又不错 我为什么不留在新加坡呢 我为什么要回来马来西亚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选择在新加坡 我为什么要心情马来西亚 其实不是啊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选择回来马来西亚 他们开始的时候到新加坡工作的 但是工作一段时间过后 再怎么样的话 他就觉得好像觉得新加坡就哪里不对 虽然是你就说不上来 就觉得还是要回来家里 结果就赚了一大笔钱过后 就回来这边自己搞搞一些生意 或者做一些投资 甚至可能有些是回来落地生根 也是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比较高职位的 他们也可以接触 我是说在心态上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付费 你的身价是这样子 而不是在新加坡那种 折合马币过后的身价 那你就可以再回来马来西亚 能够接受了 最主要心态上的转变 心态上一回事 但这个最主要的关键来说 就是在新加坡 很多时候马来西亚人到新加坡工作 我们就变成了二等的那一个公民 就叫马劳了 马劳对 所以在那里来说的话 同样的新加坡本地人 他们也不会把马来西亚人看得 跟他们同一个地位 或者同平等 所以都会有被启示的那种感觉 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对所以当你们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他们的心想就是说 你来新加坡工作 也只不过是为了挣钱 你挣了钱以后 你还是到后来 你还是会回到马来西亚 对回到马来西亚 要不就你选择 就是说你放弃马来西亚的国际 在新加坡逗留 就是直接的成为新加坡公民 就只有恶选你的那条路 就是人家 相比较新加坡的华人来说 马来西亚的华人 确实还是多受了一层的痛苦 怎么说呢 因为你看我到新加坡人 我到新加坡 新加坡人尤其是我 那我在国内 我感受政府又不很公平的对待我 所以我就感觉内心很痛苦啊 我到已经就应该去哪了 所以这种心态什么心态呢 是不是说你觉得马来西亚政府不公平对待你 好了 我现在去外国当一个外劳 反正都不公平的 我当外劳也是不公平 那我以其这样子相对不公平 我还在其他国家拿到更好的优惠了 不会去其他国家是这种心态吗 也许应该就是这种心态 但是为什么会制造了一种所谓不公平的对待呢 是一个舆论 是一个整个社会的观念呢 还是说它事实上可能真的发生在你生活中 你面对了一些不公平 老实说很多 这就需要很多的华人去反思了 是不是我身边当中 我就确实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 如果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可以去把它说出来 或者如果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准确是听人说 报道说 或者是政府上的舆论的一些压力的话 让人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家不公平 那就需要自己去 但最主要的一件东西 我还是认为 就是说你个人的理解 还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你个人的目标是什么东西 有些人就是说 我的个人目标很明确 就是我要挣钱 有些人的目标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政策不好 对我很不公平 你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找出你的点 你的点在哪里 你就知道很明确 你想想做什么东西 如果你是为了钱看 那你肯定会到外国工作的 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 给不到你那一份 那么高的那一个回酬 还有那一个工资 所以你一定会选择 汇率比较高的国家 最靠近就是新加坡的地方去工作 要不就再远一点就到英国工作 所以有好多 我身边有些朋友也是这样子做 就是他们为了 他们不想浪费他们时间 在打工的时间上 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就是用很长的时间 就一直去攀爬那一个 在公司里面从一个小小紫园 慢慢爬上来 所以他们选择到外国工作 所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就赚了一笔钱回来 就如刚才维尔所讲的 就是回来买搞搞生意 投资什么东西之类的 就让他自己过得舒服点 就是这样子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马来西亚你虽然不是一个最怎么说呢 在公平方面 我觉得是很见仁见智的 就每个人的感受可能真是不一样 而且在整个生活当中 究竟有多少个人 直接在生活中感受到 这种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其实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身边的朋友在说 身边的朋友在穿 甚至是报章媒体的这种渲染 这样觉得说 原来我在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公平 获得不公平的对待的 我不能做这个 我不能做那个 我不能像其他族群一样获得公平的 这个相等的待遇 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呃 怎么说呢 还是一个迷思 他可能是一个迷思 我们不是换一个换一个角度 或者是说我们呃 比因为华人都比较务实一点 比较现实一点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的物质需求能够满足 我的精神需求能够满足 我能够经常带我的家人出去去旅游 这就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华人家庭 他们所需要的一个最平平常常 最平平淡淡的一种幸福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你好 我是福彻晴 马清策的研究局主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榴莲FM 榴莲当头 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 我是志祥 天马行空 我是威尔 好 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 沙阿劳月美里的新闻 有一个事情 也许让明年的支持者 感觉到很不希望看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沙阿劳月明年 处于决裂的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沙阿劳月的就州选举 马上或即将会要开始了 在这个期间段呢 有很多的一些州议席的职位 在明年这方面 同时公正党和伊斯兰党 争打一个州的席位 其中就以一个地区来说 就是攻打梅里 梅里它有四个州的选区 那么在这四个州的选区当中呢 公正党和伊斯兰党都参加了 这个四个选区的竞选 也就是说 现在公正党和行动 公正党和伊斯兰党 他没有协商之下选择出迷连的一个人 去竞选这个席位 而是现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 没有共识的情况下 两个党分别派出了两个人参加这个选区的竞选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 我们之前也听到 在行动党沙阿劳月行动党的联委会主席张建仁 他也说了 如果说伊斯兰党一直坚持实施伊斯兰行事法 那么我们沙阿劳月的行动党就要和伊斯兰党决裂了 这样的话一说出去 似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来看 在沙阿劳月的公正党 伊斯兰党和行动党 他们已经开始划分界限了 不能说是公正党和行动党 毕竟行动党和公正党是站在一起的 两个党应该和伊斯兰党是划分界限了 同时呢 另外的一个选区 包括公正党和伊党都不会放弃以土著选民为主的这个选区 这个选区是兰卑尔选区和巴格努达选区 这两个选区两个党同时也要派两个人上阵 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 支持民连的我们的这些民众们或听众们就感觉到很不是滋味了 虽然是西马 我们还不知道即将未来伊斯兰党是何去何从 但是目前在东马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了 其实决裂的情况也不单只是在少月的周选会出现 当初在第十三届大选的时候 同样的一些选区呢 是他们都有多角战 甚至名连自己本身的人呢 也出来 公正党有派这个选 怎么呢 就是说候选人 然后伊斯兰党也派了候选人出来 我忘了是哪个选区了 也发生过这样子一个状况 不过后来呢 就谈妥了 结果就没有真正上阵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呢 其实也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已经确定是那个候选人上了 对不对 可能是提名的时候 也许会有一些改变 或者是因为这是可靠消息的来源而已 并不是说确定的消息来源 所以我相信为了整个大局着想 这个明年的这些主要的领袖呢 应该会去协商 到之后呢 只能只是派一个代表出来 也可能基于一些策略上的考量 搞不好真的就各党派一个代表出来 也还说不定 这必须到成来落定定案的过后呢 我们才能够看看事情的这个发展 所以是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 现在的情况步伐 让大家很担心 呃 但是呢 呃 我们还是需要进一看一下 因为现在伊斯兰党的方向 决定着明年的方向 伊斯兰党他的开明派和 他的保守派究竟怎样去走 直接会影响到明连未来以后的道路 会怎么走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明年呢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能够静下 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商讨一下 彼此之间的利益的不同 求同存异的 在继续未来十四届大选 一起能够为第十四届大选 呃 来合作 来为好多的民众的心愿 来努力 他们要做的东西可多了 不单只是在这方面 他们内部要搞好 因为西马和东马的明连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差异的 在东马方面的明连 可能某一些程度上 也不完全受质疑 在西马这边的主要的明连总部 所控制的 有一些 比如说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发生了 我们看到这沙头选举的 有可能出现多角战 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很明显的 就是在于中央这些部分 可能呃 安华就公正党的安华 万阿基斯拉等等这些主要人 还有就是行动党啊 或者是伊斯兰党这些主要领袖呢 对他们 你他会掌控不了 完全掌控不了 如果他们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 你认为他们会不不敢 不敢不听 呃 老大的指示吗 肯定不会啊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嗯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东马的政治气候和西马的政治气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课题当中 也继续谈论一下 伊斯兰党的未来的走向 对于明年的影响 究竟是怎样的程度 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个事情 就是昨天发生的 昨天发生的事情是 签名的律师游行 为了什么游行呢 为了废除山东法令 呃 这个是由律师公会所发起的 呃 有很多的人参与 你包括学生也参与 包括马大的一些学生会的成员 也参与到其中当中了 呃 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想废除山东法令 而且最终呢 就是把这个呃 提成的山东法令的一个备忘录提成给了首相署的部长马秀强 呃 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发生哈 也有些很多很有趣的标语啊 发生了 呃 你就包括一些哈 记得是有一些说 这些标语说 废除山东法令 呃 我们要停止山情还是山洞 我们要停止山洞哈 然后步伐的让很多人的前线成了就是宝贝 我们 我们要呃 废除 我们要停止山情 我们后停止激情啊 类类似似这样的一些话语了 呃 同时呢 还有一句话哈 还有一句话是说的 呃 律师公会万岁 人民万岁啊 呃 律师公会是万岁民 人民是万岁 确确实实人民是万岁了 那么律师公会是万岁 也让苏丹听到了 就很不开心了 苏丹会说 如果你万岁 那我是什么呢 嗯 这是万万岁啊 多了一个万 够了吧 呃 但是这个情况是呃 这个律师游行呢 呃 这一般律师 他们他们是不是没有 没有就是就是呃 不站在任何政治立场的去搞这个游行呢 还是说他们有政治立场的呢 呃 当然要看他们的这几个主要领导人 呃 就比如说 这里是公会的 是副主席叫史提芬嘛 对对 史提芬 还有财政 谢依林 主席呃 梁 赵福 还有秘书 黄天成等等 这几位人士呢 他们的这个政治背景呢 是怎么样 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哦 但梁赵福好像没记错的话 好像应该是呃 哪一个党派的支持者了 当时看到他们的发表这个言论 不是很记得了 但我相信他们的这个政治意愿和政治背景呢 可能会影响呃 他们的这个立场 但我们都知道说煽动法令呢 是值得是肯定是要废除的 如果全部的律师站了出来 说要废除这个煽动法令的话 我相信可能会造成的一定的压力 尤其在司法界方面呢 给这个国家造来一定的压力 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对这个法令 他们非常的熟悉 然后连他们都提出这个法令 是不合十一的 应该要废除的 那是不是国家政府呢 应该要呃去考虑 或者是真的跟他们来个对话 嗯呃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我刚才在找好类似的这些话语 这些话语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不放给大家去呃分享一下 你包括是这样子的 你包括啊宝贝 你让我感觉很煽动 呃然后还有说让你的脑袋去知名 呃还有说学生反对煽动法令 还有还有一些原住民反对煽动法令 还有捍卫学术自由 呃同时呢 呃因为当时的天气啊 比较比较比较热一点 哈呃学生们还说 呃太热了 废除煽动法令 大家去吃冰淇淋 啊就是应该是 这句话应该是给政府说的听的 政府说啊太热了 如果说你假如说对面是我们的内政部部长啊 谢谢我们的内政部部长 部长我就会对内政部部长会这么说了 说啊太热了 废除煽动法令 如果你能够给我们废除煽动法令的话 我们请你去吃冰淇淋 只رف内政部部长呢 就会呃就会说哎你这是你这是对我的诱影和诱惑啊 小心我提扣你哦 所以说我们还是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无论是律师工会的人穿的很正式很正装 不过在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小的笑话会出现 但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相当法律给提成上去了 首先这方面需要有一个回应了 在看到但是在整个报章上看到的这个图片 比较吸引我的部分是其中一张图片 看到原来在律师公会当中有好多美女律师 这个是之前没有发现到 有很多律师都都还还挺漂亮的 这美女律师 然后这些有些还挺年轻的 最重要的不单只是美女 而且是挺年轻的 那是不是等于是说 这一个有人就说律师公会呢 可能会成为新的一个力量 那会不会成为你能够帮下一代来抗争呢 由于有这些新的人的出现 就是年轻人年轻一辈年轻一代 对政府的不满 对整个政策制度的不满 他们也可以出来反抗或者是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也许是一个好事了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看到的不单只是这些老头 还有一些年轻人出来 这个是一个不会造成一个情况不接的情况出现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也会一个情况出现 就是他的煽动法令如果被废除的话 他后边的一些隐患又会存在呢 对 就好比如说如果说你你太过于自由的话 煽动法就太过于自由在言论上 你把煽动法令给散掉了 什么东西你都能够讲了 到那个时候会不会你把一些有的没的事实 这跟争议呢 都搬了出来以后呢 会不会搞得闹得沸沸扬扬扬 你放心吧 志祥我告诉你 即使煽动法令被废除的话 他不会完全废除 他肯定是一个替代方案 会有个替代方案出来 就记得这个什么 当时废除了这个内案法令过后 又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法令来相对相应对的 还有比如说什么和平集会法令等等的 这些也相应对的出来来来替代啊 之前那个方案 结果是变成了换换汤不换药 只换了那个汤药还存在 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们政府都其实就是你很多时候出来示威者都是白干一场 没有没有 起码是一个 人生动法令是废除不了的 这方面政府已经有呃有一个声音出现了 就是有很多的声音出现 不仅是一个声音出现 有很多的部长啊 你有很多的首相首的部长 那个部长 这个部长都出来表态了 说了说我们不会支持废除煽动法令 另外的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基层的民众哈 我们基层应该是巫统区部的很多的呃 人就出来说了我们不赞成废除煽动法令 在这个情况下 你想一下马上就要到巫统大会了 首相那级能不能废除煽动法令呢 他不会他不会马上废除 但是呢我相信在过了这个巫统大会过后呢 也许会重新再检讨 因为这煽动法令对他们自己内部也不见得有好处的 所以我相信会有一个相对应的法令来替代呃 这个煽动法令 但是时间上的问题 确实对于执政当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它是武器也不完全是 第二的话你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法律来代替啊 我现在不说那个另外的一个法律来代替了 首先是现在凯里出来说话了 他说他代表着青年人 他代表着马来西亚马来人的青年人凯里 那么他也说他说他也不是非常很赞成废除煽动法令 他说废除煽动法令没有受到支持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保障国人免受言论侵犯的危害 这是凯里的他本身的一个言词了 相信他对于他的言词是很谨慎的在说话 因为之前他会听到 最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马哈迪下边 青马哈迪的一个前新闻部部长 发出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预测大马 如果纳吉下台逼宫下台成功之后 谁上任首相之位 谁上任副首相之位 其中凯里就被提名在里边了 他说如果说西山木丁能够上任首相之位的话 凯里就尚未为副首相之位 所以在那篇文章当中 那个人他还很好心 很好心的来劝接凯里 说现在凯里你说话要谨慎一点 你需要不要太多的话语 一旦你说错了话 会影响你未来的前途的 你未来的前途 你不是说了吗 你未来三 你现在今年是38岁了 你未来想执政首相 你感觉你在你的文章里 显示40岁 你想当首相吗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破坏你这个梦想的话 你最好要少言慎行为好 这个西安新闻部不讲 还是很好心的对凯里说了这些话的 不过不过这方面凯里 他也是很很很委婉的 说了一些回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凯里说的这个话 也是很恰当 也是很失踪的一句话了 嗯对 他这样子说的话 对他来说的话 当然最大的那个光位也有保嘛 至少有留个底 不会说到时候 真的是把所有东西都扣出去了 什么东西都没了 就是这变成了 变成了立场都很鲜明